到处都有像尤利安这样的人 尤利安来自保加利亚 他离开家乡去寻找新的机会 但受烟瘾和酒瘾的干扰 他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大部分收入 当他失去工作时 他的家人也将他赶出了家门 十年后 尤利安在塞浦路斯 尼克西亚 一个繁忙角落里不知疲倦的侧客 擦鞋 但几乎无法养活自己 有一天 菲利 一位同样来自保加利亚的全球不到先锋 向尤利安打招呼 问他是否需要帮助 听到有人用他母语保加利亚语说话 尤利安感到很惊讶 他为菲利擦干净鞋 在这期间 菲利告诉他 耶稣爱我们 无论我们是谁 提及耶稣就吸引了尤利安的注意力 让他重新考虑自己的价值 第二天 菲利带着一些书回来 并再次提出要帮助他 以后菲利经常停下来 为尤利安读圣经 菲利眼含泪水 带给他的新朋友 一个为耶稣而活的 更好生命的希望 不久 尤利安将他的生命交给上帝 尤利安多年来 一直酗酒和吸烟 但通过菲利的见证 他决定放弃自己的恶习 他的家人欢迎他回家 现在尤利安向所有愿意听的人 讲述他对上帝的爱 菲利继续做全球不到先锋的事工 在尼克西亚领导一个保加利亚语的圣经学习班 有几个人通过菲利的工作受了洗 这对塞布鲁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数字 那里的基督福利安息日会 只有大约100名教友 而尼克西亚的人口超过100万 菲利花时间与人们打交道 交朋友并把他们介绍给耶稣 在不同的地方 不到奉献正在维持像菲利这样的全球不到先锋 世界各地的许多教友被称为承诺者 他们在主面前承诺定期向主奉献 将他们在十亿以外 将收入的另一个百分比作为不到奉献 有应许说 如果人成为天庭恩惠的通渠 使之流于别人 上帝就会使这个区常有供应 愿我们把自己的欲望放在最后 将上帝放在第一位